HELLO 大家好,我是洛凡 今天我們要來玩即將在台灣上市的AORPG手遊R2A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職業吧 騎士他是坦克輸出型角色 如果你是喜歡創工會的玩家、經營工會的玩家 只有騎士才可以創工會哦 大家要注意一下 再來是射手、遠程型輸出 蠻適合入門的玩家來遊玩 再來是法師 法師的話他的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玩法會比較多元化 喜歡挑戰性的玩家可以玩法師 再來是刺客 刺客的話是近戰高爆發型角色 大家喜歡玩暗殺類型的感覺可以選擇刺客 肉團先選擇射手來帶領大家導覽R2A的世界吧 R2A主要角色養成的系統有變身 寵物還有精華 再來就是裝備強化 可以透過房屋捲來提升我們的裝備等級 變身跟寵物系統就是使用 常而有力的變身卡片、寵物卡片 提高我們的狩獵效益跟打架效益 變身的話有普通到傳說等級 我們娃娃的部分呢有普通到英雄的等級 除此之外還有變身卡的收藏等等 這些圖鑑都可以提升角色的素質 卡片要怎麼取得呢 就是官方會有一些活動啊 會發一些像這種卡片 這邊再來就是玩家可以透過儲值或者藍轉 然後直接到商城去抽卡 那在這期間呢若凡已經存了一些鑽 然後呢還有卡片 然後我們來抽抽看吧 看我們今天的運氣怎麼樣 嘿嘿 來啦 各位觀眾 我想要暗黑弓箭手 希望可以抽到他 他的素質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來啦 抽 喔 他的抽卡畫面滑動了 這樣囉 開 哎呀 白白的 再來 有沒有機會啊 我看一下啊 好像還是白白的耶 不是吧 我的抽卡運難道只有這樣嗎 喔 金的 來囉 來囉 準備喔 查看結果 喔 弓箭手 哎呀 怎麼是大力神啊 哇啦 近戰 他抽卡方式蠻特別的 他就是會有個金卡 然後你點下去的時候 他會 有一些卡片給你看 就是鬧得你心癢癢 這樣子 還蠻有趣的啦 我要攻守 我要攻守 我不要近戰 再給我個金 擺脫 有囉 各位 來一個弓箭手 來個弓箭手 有沒有 好妙 光之愛蘿拉 光之愛蘿拉 沒有 不是啦 卡製正關 想太多了啦 再來 加油 喔 喔 喔 有囉 有囉 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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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攻守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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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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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我升級了 我從綠變升級到藍變 R2M的子變是英雄等級的 然後呢 傳說等級的話是紅變 怎樣有英雄等級的娃娃就OK 我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所有攻擊力加5 好 加油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再來拼看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抽到英雄變身 好不好 怎麼可以4萬賺一個英雄變身都沒有呢 出發 來 英雄變身 出發 尋一個 我不會到時候沒有抽到我要的 來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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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 九天玄女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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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六號一半就出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英雄的射手 英雄射手 英雄射手 拜託 拜託 暗黑攻守 中了 各位 中了 而且他這次有 1 2 3 4 5 5 5隻 5隻 英雄的 我能不中一隻嗎 4隻攻守 我不中一個 我不信 GO 我不敢看 不敢看 我不敢看 這麼多英雄 我竟然 還中一個藍色的 我以為我的春天來了 不行喔 工程師 你要彌補我受傷的心靈 還有12個抽 還可以抽12次 12次你至少給我一個英雄變身 好吧 我不求一定要射手 但是至少一個英雄變身吧 對不對 我今天就是要有一個 英雄變身 不然我就把滑鼠吃掉 加油 加油 有囉 英雄好不好 給我英雄 查看結果出發 降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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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 沒事啦 也是攻守啦 最後三次機會 倒數三次 難不成我要海底撈 躍躍躍躍躍躍了嗎 再來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哈 哈 什麼 什麼 吃滑鼠嗎 欸 誰要吃滑鼠 我這樣有愛黑弓箭手可以用 怎麼樣 不要下班好嗎 下一個是強化系統 強化系統的話就是用我們的 五卷 防卷 視頻卷 可以提升我們的裝備等級 那我這邊留了一套裝備 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吧 那他在強化失敗的時候也會有這個強化點數 點數越高的話 他的成功的機率就會越高 這是有機會消失的喔 過一個 哎呀 失敗了 那我們再試下一個 來準備囉 過 看我的今天的歐運在哪 抽五道變身 點了裝備 也是沒過 然後你看我剛剛失敗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這個強化點數 那強化點數的話 他可以提高他的就是成功率 有沒有機 會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獲得了一件 加六 盔甲 開始喔 原來我今天的運氣 在點裝上 再來就是精華系統啦 透過蒐集跟合成精華 裝備可以獲得額外的能力值 然後他還有這個套組上的 就是兩個高級的套組 他就會有額外的加成 他也是如果失敗的話 他會有精華合成點數 合成到一個數字之後 他就會有隨機獲得一個精華 高級品質的精華喔 加油 加油 成功 對啦 對啦 Hakuan的角色養成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除了養成之外呢 遊戲內還有提供副本給玩家打 材料寶物等等 例如說每日副本他會有大量的五房捲 特殊副本跟野外副本呢 都有大量的寶物跟技能書 那這些副本呢 都有限制時間 例如帝王夢寂有五個小時 重置時間呢 就是每天的早上五點可以更新 大家可以多多的參與喔 以上肉帆的導覽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大家有沒有更認識R2M了呢 喜歡PAP玩家的朋友們 一定要玩看看R2M喔 我是肉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影片就到這邊囉 想要跟肉帆互動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喔 別忘了你們的按讚訂閱小鈴鐺 是肉帆的動力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